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预约登记 部分防疫措施即日起放宽 为期7天 联合国人权专家去信中国政府 关注港区国安法 侵犯香港自由 各位 截至中午 普及社区检测计划 已有约92万2000人预约登记 政府决定延长计划4天 到下个星期五 明早起可预约登记新增时段 普及社区检测计划第4天 截至早上11点 累计有52万1000人已经采样 20万8000个样本完成检测 计划会延长4天 去到下个星期五 市民星期六早上可以预约登记 而因应各检测中心使用情况 19个中心不会延长服务 及全港检测中心减至122个 政府强调原则是尽量为所有想检测的市民提供服务 但不会延长多于7天 而是向市民的需求情况也都会转变的 正如今次这样 在开市之前的时候 因为坊间也都有很多错误的说法讯息 令到市民都很担心 但经过了第一日之后 市民发现实际的情况 採用的方法是怎样 运作是顺畅 是方便 是安全 是快捷的时候 他们的反应也都是安心了很多 那需求出来的也都会多了 政府之前公布首批大约13万个完成化验的样本中 找出两个新个案 教员先估计每5000人找到一宗少 实费局不同意计划成本效益低 接下来我们再一路化验 会不会再有这些数字 而分子和分母一路这样转 我现在在这一刻 我就不会下一个结论 几多个是阳性的个案 我们可以加以截断这个传播链 去检疫去做隔离 但阴性的个案 其实的数目对我们来说 都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当我们知道 其实社会里面 整体感染的情况 这个是对我们下一步的工作 是至为重要的 至于当局原定在中山纪念公园的实验室 每天可以检测30万个样本 但是至今检测数量未如预期 政府指已经理顺流程 目前有420名内地支援队人员在港 有需要时中央可以再派员来港 无线电视记者温乔菲博导 政府即日起放宽部分防疫措施 为期7天 有重开的健身中心指 会按政府要求做足措施 油麻地这间健身中心 重开首日已有学员一早到来 健身中心 健身中心约1100尺 放置多部健身器材 部分相距不足政府要求的1.5米 负责人只会暂停使用部分器材 令学员之间可保持距离 又会将学员分两组不同时间上课 避免聚集太多人 除了健身中心按摩院及室内运动场等部分表列出所也有条件重开 十四晚是堂时延长一小时到晚上10点 限聚令人维持最多两人 无线电视记者赖宇威报道 有家庭游乐中心业界人士 促请政府放宽营业限制 让他们赴业 现据令下 属于八类停业处所之一的家庭游乐中心 自三月以来被两度勒令停业 共超过三个月 业界指业务性质与健身中心相近 健身中心已经可以赴业 但经营家庭游乐中心的处所赴业无期 对被政府忽略改道无奈 又促请政府在抗议基金支援业界 警方调查将军奥坑口诊所 深喉拖业样本收集箱被盗案 据了解被捕的82岁男子 因为下雨拿收集箱挡雨 有医生认为 当局要检讨收集样本的安排 一度遗失的深喉拖业样本收集箱 原本放在将军奥宝宁路的 普通科门诊诊所外 将军奥医院周次下午收到诊所报告 指遗失的样本箱通过翻查闭路电视后 发现是被一名年长男子 当天下午约1点钟取走 消息指该男子当时到诊所看医生 离开时下大雨 拿走收集箱挡雨 职员其后致电一位病人 他承认擅自取走 在有13个样本的收集箱 并弃置在距离诊所数分钟不成的 厚德村停车场 警方晚上近8点 巡回收集箱交回诊所 但担心样本受到污染 诊所致电受影响人士 重新提交样本 有传染病专科医生指 当局要检讨收回样本的方法 另外样本包有个人资料 医管局会承报 私隐专员公署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杨洁篪 与西班牙首相桑切斯会晤 杨洁篪当地周三 在马德里首相府与桑切斯举行会谈 他称中方愿与西班牙一起 落实两国领导人的重要共识 双方要保持高层交往 巩固政治互信 支持双方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 推进疫苗和药物联合研发 共同维护多边主义 桑切斯则感谢中方提供的 抗议援助和支持 抗议让双方关系更稳固 愿与中方加强交流合作 进一步拓展中国市场 内地学者分析认为 中国接连派出高层官员访欧 除了要修补中欧关系外 也希望能平衡各国在美方施压下 做出的对华政策差异 联合国的人权专家 罕有去信中国政府 表示关注港区国安法 侵犯香港自由 联合国保障人权议题的特别报告员 尼依兰与另外六位联合国专家 在14页的公开信中表示 港区国安法侵害香港的基本权力 包括言论以及和平集会的自由 关注在港提倡人权者 多种理应合法的活动 会被定义为非法 又要求中国交代 如何在确保不违反 中国有份签订的 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元下 执行港区国安法中 针对境外人士的条文 北京多次重申 香港事务纯属中国内政 任何外部势力不得干预 稍后我们回报到 当局自新公布 多14人确诊新冠肺炎 9宗属于本地感染 拜登到访威斯康星州基诺沙 与被警察枪伤的黑人布莱克通电话 欢迎回来 政府举行记者会交代本港新冠肺炎的最新情况 一起看看现场 刚才交代了 本港新增14宗确诊的新冠肺炎 9宗属于本地感染 5宗由外地输入 5宗源头未明 包括2宗新增的 在全民检测中发现的个案 望角围景酒店多一个人确诊 所有的住客需要检测 记者会先看到这里 警方指有人发起周日游行 警告时非法集会 会部署足够的警力果断执法 网上有人号召星期天举行望角大游行 警方指活动没有获得不反对通知书 警告市民参与组织或删或他人参与未经批准集结 都可能会触犯公安条例 而活动也有可能违反宪居令 警方强调绝对不会容忍任何违法行为 呼吁市民切勿参与未经批准集结 警方会在相关地点部署足够警力 迅速果断执法 适时做出拘捕行动 三名男子在区域法院合共承认五项暴动罪 本月18号判刑 案情指 去年7月14号 其中两名被告 24岁梁博天及17岁的李文谦 在沙田新城市广场 以雨伞袭击一名警员 51岁被告龚志远 其后向警员置雨伞 导致他面部多处骨折 左眼有血肿 需接受手术和服用抗生素和肋固醇 另一名警员乘搭扶手电梯 前往增援期间被人推跌 并遭龚志远和梁博天以脚踢 和用雨伞多次刺向他 令他头四肢等受伤 李文谦案发时只有16岁 法官指他年纪上轻 将索取他的教导所报告后 与其余两名被告一并量刑 部分民主派立法会议员公布 决定是否留任议会 进行民调的详情 民主党主席胡志伟表示 放弃早前建议采取双门槛的方法 即使过半数受访者支持去或留 或三分之二自称民主派支持者 有同一个倾向 决定只需结果有半数支持者 有同一倾向 他们就会服从有关结果 胡志伟表示 是为了释除方间的质疑 指三分之二的门槛过高 民调会在本月21号展开 以电话随机抽样形式访问2000人 预计一个星期内完成 参与的包括民主党 公民党 香港本土毛孟静 公党张超雄等 十多名立法会议员 美国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拜登 到访近日爆发反肿 新闻报道完 感谢收看 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